交通違規祭典制度修正後將近半年 累計12點掉扣架照兩個月 為何引發職業駕駛不滿 問長大探 載客好難 用路人又是怎麼看 火星熱話題帶您深入核心 瞭解事件全貌 您好 歡迎收看火星熱話題 我是騷雲 您有聽過交通違規祭典制度嗎 這個制度在今年6月底修正後 新增多項可檢舉項目 如果被檢舉違規就會被祭典 一年內祭滿12點 駕駛就會被吊扣架照兩個月 根據公路局統計 年終改制後到今年的12月初 熱門違規項目前三名分別是超速、 臨停、未依規定轉彎或變換車道 新至上路不到半年累積的違規件數 已經是去年的10倍以上 尤其是職業駕駛更是照顧連天 計程車團體上凱盜抗議 質疑祭典一罪二罰 嚴重影響司機維持生計 本集火線也走上街頭 一起來聽用路人怎麼看違規祭典規範 這個速度很壞啊 我已經計了7點了啊 我應該很快就要被吊扣了 你看嘛 你沿路哪一個可以有臨停代課的 都是紅線、紅線、紅線都不能臨停 紅線都不能臨停 那怎麼代課呢 有一天我在台北火車站那裡 那就是像你們剛剛在四周路口 藍車嘛 客人藍車 當然我們計程車一定會靠邊去載啊 那個交通警察就站在那邊啊 他說你 你需要來給我開單的嘛 我說那我就不用載就好了 你要滑 你要記點 你的射書要考量一下嘛 整條路都是紅線 你怎麼去載課 你要固定說 哪個地方可以等課 客人也要教育啊 你有試著去申訴過嗎 申訴三次了 沒有用 我是看到他們有在什麼 中東府市那邊遊行 我才知道這個 我是自用的 其實比較少會違規的 我覺得要區分職業的 跟一般的吧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安全 所以 我覺得他這個紀念呢 的行為應該是為了整體的安全 如果能跟計程車司機 然後跟用路人去討論出一個 比較和平的方式 然後 最終的目的都是為了安全 交通制度行之有年 那現在加這個 記點制度 我覺得這個有一點擾民 我是有需要 所以我在這裡叫計程車 因為這是紅線 他停下來讓我上車 如果有人拍到 他就被記一點 那被記12點 駕照就被吊銷 影響到他們的生計 對我來講 我會很不方便啊 我 我為什麼要叫計程車 因為 我要趕時間 我要馬上坐車 對不對 所以我就 方便的地方 我就叫車 交通違規記點制度引發熱議 不過交通部長王國才指出 這個制度呢 是希望可以嚇阻累犯 因為過去有些累犯不斷違規 但都只是早前了事 不過他也坦言 路邊鄰庭是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在明年6月完成黃線化設 增設卸貨車隔之前呢 會暫緩記點制度 之前如果我們做很好的溝通 然後知道問題在哪裡 我們從交通工程裡面呢 先去做一些調整 把可以靈體的地方呢 能夠多設 比如說有些地方紅線呢 就變成黃線 如果當初能夠去做很好的宣導 交通工程也做了適當的調整 我相信那個負面衝擊就不會那麼大 這一次的宣導不夠 很多人都被記點之後呢 他才發現有一個交通新制開始試了 我建議一定要從問題導向的方式來去做檢討 比如說如果我們違規的項目那麼多 那麼頻繁 那我們的交通工程是不是規劃的不夠人性化 我覺得超速基本上去規範去記點 應該是正確的 民眾也了解超速是一個比較嚴重的違規 當然我們有些路段 它的速限設置的合不合理 我們也可以去做一些檢討 如果你規範的處罰 然後又記點 但是呢 又沒有好的交通工程來做配合 民眾或者職業駕駛 他們就會感覺第一次兩罰 交通管理有非常重要的三個程序 先要有合理人性化的交通工程 從需求導向我們提供適當的攻擊 再非常有機具的去做交通宣導教育 讓民眾就願意去做遵守 最後 只有少數違規的狀況下 我們才用交通執法 希望能夠產生一個良緒循環 讓那些少數違規的行為也可以早勝 以上就是本集的火线熱話題內容 您支持交通違規紀點制度嗎 您認為台灣的交通亂上可以如何改善 歡迎在留言區分享你的看法 也不要忘了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